大家好,我是小青 今天呢要教大家做一个水果冰淇淋 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食谱 而且TM5和TM6的小美用户们都可以做起来 那TM5的话呢,它就是在我们的基础食谱里面 所以芯片里面是有这道菜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食谱的封面就是讲这个样子的 那今天呢我有一个special helper 好,你来吧 嗨 好,那今天是由我们家的哥哥来帮我操作 好的,Jamie,OK 好,那我们就开始封认了 好,你都知道点这里 好,这里写的是什么 60克的糖 好,那我们就,这个是我们家的糖 你可以加到60体下来 等一下,我先把这个盖子拿走 然后我们先归零 好 我帮你看着,你来加好了 我说停你就停啊 好,抬起来 好像太多了,没关系,我们可以倒出来一些啊 我们把糖调整到了55克啊 下一步 好,盖上盖子们 好,再点击下一步 好,然后呢,扭到速度10 再来,这边扭到10 好,这一步呢就是把里面的60克糖磨成糖粉 你可以看到这个锅的,架子的部分已经冒出来了烟了,已经磨成糖粉 好,下一步 我们可以给大家打开盖子来看一看好吗 好 好 所以大家在做这个磨糖粉的步骤呢,一定记得你的锅要是干燥的,里面不要有水,当然更不能有油 要用厨房纸把它擦干 好,这一步先归零,然后我们加冷冻水果好吗 归零 今天加的冷冻水果就是,杰米很喜欢吃的这个冻的这个cherry樱桃 然后,还好,然后我已经撑好了这一盆,就通通倒进去好了 这也是这一袋最后剩下的这一些了,全部倒进去,看看是不是500 500 500啊 你掉了一个 哇,那是太冷了 我还剩一点 好,470 OK,下一步 下一步 盖子 好,盖上盖子 好,你已经很熟练了 嗯 OK,下一步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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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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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在这个里面把它冻成一块块的 然后再挖出来的 像这样的 我这个是冻了一点 那个 把这些都倒进去吧 要不要这个刮棒把它刮一刮进去 你七岁了已经挺能做的嘛 我都快八岁了 刚刚七岁没几天就八岁 好 这些有107克 但是下一步 好 它说插入刮刀棒 并在调和的时候辅助搅拌 好 你把那个小菜拿下来 OK 好 来 就要有一点点的力气 然后 这一支呢就是我们的刮刀棒 它的意思就是你从这个洞口插进去 然后辅助它搅拌 所以等一下它在转的时候 你要在这里做这个动作 可以吗 好 我来帮你按下一步 好 有40秒的时间 我们速度 转完了 好 5 4 3 2 1 可以零 可以吗 哇 我觉得你做的不错呢 就是你的手有点胖 已经好了 你看 可以拿出来吗 lift up 这个我拿出来 好 谢谢 好 请给大家看一下 好的 一大盆的这个 其实这个呢 因为樱桃是属于这个 含水分量比较高的 这样的一个水果 所以呢 我觉得最好是 在吃之前呢 可以再把它稍微的冷冻一下 会更好 好 我们做过的这个芒果的 ice cream呢 就出来的成品蛮好的 这样吃起来是有一点点像雪仪 好 这个上面的其实都是糖 可以把它通通的混在一起就好了 太 sweet了 对 这个食谱其实很好吃 因为cherry樱桃本来就是很甜的一个东西 好 我们等一下准备一个ice cream cone 再回来尝 好 我刚才把这个冰淇淋呢 放到冷冻 冻了一小会儿 因为孩子已经等不及了 我在超市里买的这种waffle的 这种像碗一样的啊 因为我们家的那个弟弟还有点小 他每次吃那个ice cream cone的时候呢 就会弄得到处都是 然后你准备一个冰淇淋勺 这样的让它有一点圆圆的这种造型 他们都等不及了 所以我就着急把它拿出来了 其实可以再冻的再结实一点 现在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软 但是太凉了 太凉了 拜拜 来说了 一人来个两勺吧 好吗 都这么胖了还能吃吗 有点是吗 有点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